一體成型基礎機身 5.5寸超大螢幕 搭配1300萬畫素 女神高宇貞驚喜現身 就是為了它 華為中階機背面搭配指紋辨識 號稱0.5秒就可以解鎖 指紋還可以用來快速拍照 想要跟Model一樣有上妝的感覺 現在只要選到煙燻模式 就可以有完美妝容 智慧功能一點也沒少 還可以選擇美肌程度 相機功能大進化 相機的部分的話 它也有加入一些新的濾鏡的功能 那可能對於消費者來講 比如說我今天煙燻裝這種東西 它也是蠻好玩的一些應用 但場上另一個亮點還有它 圓形設計隨著心情 一秒就可以更換表面 跟另一家導航品牌比一比 華為有地圖多種APP TOMTOM則是測心跳 測距離 偏重健身運動功能 不管是飛輪還是健身運動 運動手錶上的心跳 都看得到正在家處 導航廠商做的產品 那可能focus在比如說運動啊 導航還有一些GPS啊 那AndroidWare的部分 它主要還是在於一些生活性的應用 手機橫跨穿戴 已經形成新趨勢 各場使出渾身解數 就是要在科技市場中 站穩一起之地 東森 採集新聞 張教學 吳宥樹 台北報導